我狠妒忌 作者楊又欣 会途野人 出版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俊俊今年四歲 她有一個妹妹 現在還不到一歲 俊俊很愛妹妹 常常逗她一起換 每天晚上睡覺前 媽媽都會給俊俊說故事 可視這晚 俊俊在房間裡 卻一直等不到媽媽來 俊俊走出房間 看見媽媽正陪伴著妹妹 俊俊說媽媽 你給我說故事吧 俊俊說妹妹生病了 我要照顧她 沒空給你說故事 俊俊很不開心 她覺得媽媽現在只愛妹妹 不愛她了 俊俊拉著媽媽的手 說 我要媽媽 我要媽媽 但是媽媽說 我現在沒空 爸爸給你說故事 好吧 俊俊大哭起來 我不要妹妹 我不要爸爸 我只想要媽媽 這時 爸爸溫柔地摸摸俊俊的頭 全下來對她說 俊俊 爸爸也像媽媽一樣愛你 爸爸抱抱你好嗎 俊俊點點頭 爸爸把俊俊 抱回房間裡 然後把她放在床上 接著 爸爸拿出一本 超人故事書 對俊俊說 爸爸吸俊俊說關於 超人的故事 好嗎 俊俊連連點頭 俊俊很喜歡 爸爸說的故事 原來 爸爸說故事 也很動聽呢 說完了故事 爸爸問俊俊 你想不想換大哥哥的遊戲 俊俊說 俊俊說 是不是到棉被裡探險啊 好啊 於是 爸爸關掉房間裡的燈 俊俊和爸爸一起 躲進被窝裡 換探險遊戲 現在 俊俊感到很快樂 因為她知道 爸爸也很愛她 而且 只有大哥哥 才可以換探險遊戲呢 俊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